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黃標事件部 所有的二戰小故事都會匯集到這本黃標小書 要趕緊把這本書撿回來 不然可能被家中長輩獨大 曾經的友誼延伸成競爭關係 現在又不歡而散了 撿了面可能沒講幾句話就會吵起來 我不知道剪輯會穿插什麼畫面 但我指的是我和每位前任女友們的關係 不過中美兩句頭酷歌關鍵字搜下去真的沒有什麼好報導 很難想像在將近80年前 大家還是一同驅逐達魯的好麻吉 我的爺爺來到台灣的時候才只有過高中 我沒記錯的話是因為舅舅在國民黨工作的關係 所以跟著解人過來玩玩 講得很輕浮 可是他當時可能真的是以那樣的心態渡海的 但沒想到在那動盪的大時局 就這樣一去不復返 在台灣結婚生子 甚至就沒再回去過了 所以我從小也不是在所謂的軍人士家長大 沒有現在回頭看紀錄片 很多老兵有苦難言的畫面 找素材圖是真的看到許多知覺啊 讓我想到自己家人的華裔臉龐 雖然有點種族歧視 但就的確覺得文化比較相近嘛 感覺可以和老輩輩們抱怨美式的空寶基金有多麼化學之類的 聽到美軍退役老兵這一次啊 腦袋絕對不會想到的少數民族面孔 像是我們上次介紹的日裔軍團一樣 白了為那是10個月前第11集的布景 現在看起來真的有夠寒酸 皆身為黃皮膚的亞裔難兄難弟 當然在美國歷史書上和電影中的地位都刻意看得很淡 現在則因為美國國內的歧視華人風波 使這些老兵們的紀錄有再被重新挖出 也就是最近的新聞喔 華裔美其士兵退伍軍人協會 2017年就一直在推的二戰華裔老兵國會禁止獎章法案 終於在2020年底由川普簽證通過 國會禁止獎章 就是頒發給對美國歷史及文化有影響 和在該領域做出極大貢獻的人們 所以總算適合半個世紀多 終於被認定為美國官方歷史一部分的感覺 活動現場沒有真的獎章頒發可能因為疫情緣故還沒有打印完成 但大家還是著舊軍裝或西裝顯神說法 89歲的Robert Lee李其生老先生隸屬於陸軍空軍團以視訊方式受講 李先生開玩笑的說 等了又等我終於活著等到這一天 現在以102歲高齡的陸軍團護士陳真傑說道 我很驕傲地與數萬名華裔軍人站在一起 當國家有難積極響應號召 在二次大戰中的每一場戰役中服役 我代表那些已故漢在世的華裔退伍軍人接受國會獎章 如果拍成電影加上磅礡的音樂應該會有很多人在螢幕前肅然起敬 驚喜照片對比下來真的是歲月不饒人啊 真好意思讓他等那麼久 至此提到的已故漢還健在的夥伴 因為當初有2萬快3萬名華裔士兵報名參軍 如今統計只有300到500位還在世 可能是亞洲人的精英嘛 就是不鮮老又重養生 我覺得他都保養得還不錯啊 和每週籃球場上固定會有的神奇阿伯一樣 可能比年輕人還用 諷刺的是那個時空背景由於排華法案 導致上述的2萬人中約有40%是根本不具有美國級的 因為先前的加州淘金熱和修煮鐵路需要勞工導致大量華人引入 原先還沒什麼問題但1870年代經濟發展不好時 這幫外國人來搶我們的工作之偏激言論開始醞釀 為何你住在美國 甚至使美國人反感到要設立法案來止住移民 這一切在珍珠港事件後 從原本的《嗨呀!東亞!》並應復發搖身 變成美國打中心國日本的第一友邦 所以二戰期間少數民族待遇有蠻有趣的現象 華人不像日裔美人要關集中營而是找到翻身的門票 原先在中國禪大家互相照應才能在餐廳打個工洗洗衣服 但現在美國極缺人手所以部分種族都歡迎來上班 據統計1943年15%的造船廠工人都是華裔老公兄弟 也是在同一年新的麥洛森法案登場 放寬說每一年有105位中國人可以入美籍 你成功變成美國人那政府當然就有足夠的理由要你簽下去 原本已經窮到爆的華人社群 舊金山唐人街紅石字彙還是募得了18000美元 和戰爭債券1942年整年度集軍給政府3萬美元去打小日本 上面陳中衛還講到了每一場戰役中 好像挖漫威預告的影片一樣豁度解釋 這代表也有華裔到洛曼帝搶攤給納粹品嘗道地的亞洲父母教條 他們沒有的獎章大家可以注意到正面有各軍種男男女女肖像 因為上面法案的誘因全美華人有22%參加國軍Online 其中有7成被分發到陸軍 在歐洲與第三第四步兵師服役 第七、三十二和第七十七則是在太平洋戰場殺日軍 所以勳章背面有美國經典雪蠻戰車代表前者 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的愛荷華級戰艦代表後者 最後P40戰陰戰鬥機 照廣為人知的戰機是在東亞戰場所締造出來的 所以橫跨陸軍、陸航空軍、海軍、海陸以及最後的海軍全數皆有華人蹤跡 可能是因為血緣關係都聚集到了華南甸緬地區 他們的頂頭上司是陳納德先生 中華民國抗日作戰的美國志願航空隊指揮官 聽起來這名字你會以為他也是黃皮膚的人 但那就只是發音問題而已 不然他老人家是法國裔和匈牙利裔家庭背景 But他的夫人就是華裔的美國政治家陳湘梅女士 1941年7月陳先生親父向英國租界的緬甸機場 當時有43架可以執行的P40B型和84位美籍前飛行員 因為那時候美日未開戰 所以只允許租界法案的戰機援助和退役或後備役美軍來中國諮商 就連我們的張先生也是在美國退役後才來幫忙組織空軍的 應該算是國民黨空軍的顧問角色 但他自己也有親自下海 駕駛著上一代英式75簡化型戰機去執行任務 By the way 陳先生的專屬座機是蔣宋美玲在南京看完飛行表演時自逃腰包買的 聽說要價是3萬多到5萬美金 有新式戰機和戰術的轉交下中國空軍戰力大增 1941年12月20日受賜與日軍交戰 雷達預警出現一批日軍機向雲南飛來 三支中隊有兩支以前去昏明機場 當下所有飛機都升空攔截 結果日軍飛機10架被擊落6架3架負傷 而志願隊揮衣揮衣袖完全沒事 你要想那時候對日本人而言 中華民國空軍幾乎不復存在 突然半路殺出個陳咬金 日本飛行員肯定會覺得死得不明不白 保衛中方地面部隊殺的日本轟炸機隊原本不當回事 都開始申請趁機扮飛 以小博大也導致日軍到後期的取消百天轟炸 空中跟你狗斗的刺水等等 在危機百科上統計AVG志願隊王牌飛行員紀錄青銀色 從名字就可以判定是所謂的飛華人 這邊也有點道統上的尷尬點 因為陳納德所組建的第14航空隊 在1942年7月被空軍收編 所以那份清單上也就只有記下原始80多位團員的姓名而已 明顯很多後續中美混合團的隊員們沒有編列入冊 像是何永道老先生的名字 在一堆洋人中馬上就抓到我的眼睛 駕駛B-25轟炸機針對華北地區的日軍目標 執行過18次轟炸任務 來自馬來西亞的他於1942年報考中國空軍 一邊躲避日軍炮火 一邊在印度蠟河完成初級試煉 1944年抵達美國鳳凰城飛行學校 接受密集訓練隨後集投奔戰場 很多地緣關係 較緊密的運輸部隊 像轟炸東京的B-29組員 都會說他們帶著飛虎精神在執行任務 所以後世和媒體們有時候為了方便 也會將飛虎隊的定義擴大來稱呼所有抗戰期間駐華的美軍作戰單位 所以狹義來說我們的河先生可能就不算是最OG的鯊魚嘴成員 有點像是說我們之前在地下玩的音樂才算是嘻哈 現在已經浮出檯面融入正統後 就只能算是沾我們的光 一提到飛虎隊成員大家肯定會先想到 穿著背後印有軍民一體洋人來華駐戰夾克的飛行員 這名是極為少數的精英才能坐進駕駛艙 大部分的華人臉孔會承擔飛機維修、通訊服務、運輸以及軍械管理等工作 舉例像易約翰老先生 明顯約翰英文名字就是直接翻他的中文 於2019年3月就是7歲高齡去世 雖然標題也會打上飛虎隊成員 但他就並非聚光燈底下的戰機駕駛而是地勤輔助角色 1921年出生於中國鄉下 從小被英國傳教師帶大 1930年代末到了香港盛世蒂芬學院就讀 再回老家昆明的路上與美軍志願隊搭上線 會雙語的中國人那可真的不多見 於是他上了飛空台當起了無線電翻譯 藉由農夫憲民們的報位讓美軍提前知道日軍戰機動向 戰後1950年代就待在美國東西兩岸交中文和中國式 易老先生具有東西合併陰陽兩面的成長背景 所以相較於那輩的人來說他對於世界宗教啊 哲學和歷史有教生的了解 甚至在他晚年90多歲時 有向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晉三發表公開信 大意在說要請日本認知和對中國的侵略正式道歉 可能會偏向政治化一點 不過很有趣大家想一下 他剛到美國時是1944年了 眼睜睜看著這個國家在20世紀稱霸 而晚年21世紀在核眼前 自己的祖國則是已經從灰燼中崛起 驚喜對比很難想像50年後的政治現況會是如何 原先飛火隊的任務除了主動出擊 他們也要確保在陽光的物資能順利挺進中國 這一切在殿免公路被切斷後就扁了掉 只能仰賴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陀峰航線來補血 大部分為阻籍在廣東的華裔士兵被國民政府派駐到美國受訓 在流美空軍招生廣告中明確寫道 要求學歷史大學 咳咳不一定要畢業 考試科目有數理化、英語和三民主義 他們會和美國學員用同樣的教材 睡同宿色和駕駛相同的飛機 但是中國學員他們是個別來自不同省會的大學生 說著不同的方言靠著匕首畫腳溝通可能比英文還難懂 黑板教程和廣播喇叭都是雙語放鬆 原先10周的基礎訓練要在6個星期內擠壓出來 1942年3月27號第一批畢業的42名飛行員 幾乎沒有時間和教官道比隔天即要回祖國輔助事件 有B-25轟炸機大隊以及P-40、P-51戰鬥機大隊 他們幾乎都有飛過剛剛上面提的死亡運輸線 最後統計有顆600架運輸機葬送於此 1000多名飛行員失去生命或失蹤 其中只有468位確定為美籍 圖片為昆明烏家霸機場的公墓 1944年剛犧牲的飛行員葬禮上有8名士兵在鳴槍致敬 當地居民都有參加哀悼 這塊墓地設計成地上市的沒有真的下葬 為了方便戰後將一股取出運回國內 聽說好像1949年建國後這塊歷久不復存在了 中緬應戰場上曾經飛躍過無數年輕的臉龐 他們在此戰鬥、生活、犧牲 但因為政治因素被人埋沒 一名美國人和中國人一旁有象徵和平的鴿子被釋放 所有人都是為了和平而戰了 戰爭過後的生活仍要繼續 有關飛虎對戰俘機和日軍臨時的廝殺 我們可以再花另一集來講述 雖然自在參加不再得獎 但亞洲父母眼裡只有A家 二戰美國總共頒發了464枚 這軍職最高榮譽了 就叫榮譽勳章 其中只有少少的24位是給所謂的亞裔美國人了 仔細看名單上次介紹的第422日集團 就佔了21位名額 孤獨一人 只有那個男人是屬於第34步兵團 感覺有點寂寞就覺得冷 法蘭西斯衛第一位華裔榮譽勳章得主 阿希入侵波蘭那一年 魏先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拿到金融學位 1940年加入國民警衛隊 在喬治亞州的班寧堡完成軍官訓練 畢業的時候為委任常備一哨位 等於是步兵指揮官的角色 這是在當時亞裔社群總是極其稀有的事 下部隊到了陸軍第24步兵師的第34步兵團 駐紮於夏威夷的歐湖島 戰事爆發成了第一批投入太平洋戰場的部隊 在珍珠港事件當天就有與日軍航母交火 曾經擔任過羅斯分位的法蘭西斯衛 在叢林近距離搏鬥 與隊友團隊合作都如魚得水 1943年5月被派出到澳洲 與弟兄們接受個密集的戰鬥訓練 這一切都是為了之後1944年的魯莽行動 美軍遇要登陸在和屬星級內亞 也就是現在的印尼 兩個月內衛星生所屬的部隊 在島上奪取了日軍三處飛行場 中間...啊...休息一下 時間來到1944年10月 我們的主角被分發至美國第六集團軍 準備下一場登陸菲律賓的大戲 參與了雷伊泰灣關鍵一役的陸戰部分 探頭上有日軍趴在棕榈樹下 探稻田間的集中火力 小位是第五波登陸上岸的 發現沙灘上指揮官陣亡後大家群龍無首 被日軍擊強壓制 向前帶頭做榜樣抄起大力BAR 在田野間穿梭 他勇猛的身影激起了士兵們的士氣 於是大家也決定奮離一搏 知個人死生於度外 日軍擊強手開始轉頭追蹤 衝向陣地的小位 也就是這個空檔讓他們的防守位置破了光 法蘭西斯衛因身體重槍倒下 在同胞們順利奪下最後一個碉堡後斷氣身亡 他的遺體最後是被葬於太平洋國家紀念公墓 1949年9月8號 有為著英雄人物舉辦軍事葬禮 指揮官 由在1944年因為他的事蹟上交榮譽勳章申請書 最後是只有拿到陸軍第二等級的傑出服務十字勳章 隨後到了21世紀 鑑於美國亞裔軍人在二戰期間 猛手的不公待遇提出指控 由22位軍人被翻案 他們皆從原先的十字升格為最高等的榮譽勳章 總統克林頓在白宮有親自頒發給法蘭西斯衛的弟弟羅伯特 也成為二獲得榮譽勳章的亞裔軍官 至今唯一錦衣衛的華裔榮譽勳章受諭者 今天的影片做下來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由於不像日本二代移民有專屬的種族隔離部隊 華裔士兵或中國級報考的飛行員都好 他們皆有機會和美國白人共事甚至並肩作戰 我覺得對於文化差異所產生的摩擦應該會比較小一點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華裔每季二戰老兵的網站逛逛喔 除了今天點名的幾位英雄啊 我們還有辣調像第一位華裔海陸威爾博斯 參與歐陸轟炸團的湯姆斯馮 第88空降師的陳先生 登陸洛曼蒂海灘的王先生 1943年有許多華裔女性也被針召進了情報部門喔等等 講得好像是隔壁張家里斯那麼話家長那麼親切 但背景卻是好萊塢二戰片才會出現的場景 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反正等到韓戰開打使得又有新的種族要被放大進解釋 需要你時稱兄道弟啊 現在與中國又變成敵對競爭關係 政客眼裡真的只有永遠的利益 這大概就是對於華裔在二戰美軍的簡單介紹 打這集稿子時我一直想到高中很喜歡的 特戰綠扁帽系列書 有三集基本上就在講自己是極為少數的亞裔 該如何在美軍內生存 筆封有趣之外很多故事真的扯到你會懷疑真實性 雖然作者他自己也調侃說 信不信有你啦 反正我是寫給自己後代當回憶錄啦 總之呢想一虧美軍特種部隊文化漏襲 我個人是蠻推薦的 大家有沒有認識的親人在美軍服役 還是其實你自己現在就在系列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喔 我不一定都會回覆 但前個禮拜留言我真的都會看 好哈!沒錯! 帶齊普一起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他非常不想給我爸 感謝大家對上一集影片的支持喔 已經到達了第1名吧 我覺得應該會突破10萬點獄 有關於納粹製... 啊~~~~ 他現在很開心啦 大家不要覺得他是尿狗 他其實蠻大隻的 所以在我身上有點不太好 我們來回答第一個觀眾好不好 俄脫庫母說 允場曾經 recorded一句名言 軍服一定要帥,這樣年輕人才會義無反顧的投軍效勞 他也是非常常留言的觀眾 每次都會在影片上傳、首播、排成的時候 就會開始留言 所以是感謝你的支持 我也把你的元首這句話給丟出來 其實這部影片的一個初衷 我覺得我留在等一下留言再來說 再來是Paul Chang先生 感覺好像有看過你的留言 他說在百年前可能也沒有一個國家的軍服會搞成一身黑 是我說的 然後這個普魯士的忌兵 心想說WTF 因為他們其實就已經穿過黑色 我只是說在現代國家的這種戰爭軍隊裡面 我們一般會想說要搞得比較跟地形融入一點點 你會想說是迷彩或是卡其色 的確黨衛軍在有關於迷彩的實驗上面是蠻前衛的 一個國家的應該說是禁衛隊 或者是一個國家的一個形象方面 一般不會想要搞得甚至很黑的一個邪惡政權的感覺 對我們在影片裡面有探討說 到底是本身制服邪惡還是他們幹過的事邪惡 我覺得這是相輔相成的 最後的解答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本身設計就故意要把這種典雅的風格 歷史的這個風味融入在這個制服裡面 但同時又要有嚇別人的那種感覺 今天來講就是這樣子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他們的制服很帥 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看起來夠嚇人嘛 總不算是粉紅色的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狗的納粹軍服 現在很流行的這種襯衫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一直不太喜歡買這個花色調文花色 白色藍色調文花色 因為很像某一個被迫害的名字 然後就是覺得還蠻好看 所以 喔 你不要 不要舉手腦拆手 Oh my god 政治歸政治啊 玉樹歸玉樹 撇開邪惡政權的影響 衣服本身設計的美感 才是讓大家想擁有的理由 就算把那些邪惡政權的標記小物都拆光 光是GIN外套搭腰帶 加上白陣子和黑餅帶 西裝褲 就能傳達出一種 紀律莊重的視覺效果 同意也不同意的原因就是 他們的衣服在設計方面 就已經有把政治的訴求給融入進去了 後世研究來看的話 我當然不會去支持屠殺穿這些衣服的人 所以我同時很矛盾啦 因為原始創作初衷 他們的確是有把政治理念融合進去 這個所謂的納粹主義融合進去 但是我們現在後世來看的話 會想要把它撇除掉那一塊 但是如果你撇除掉那一塊 那個衣服又是那個時候設計的 你知道 撇除不了 我之前也是完全能夠理解這樣的一個說法 遊戲歸遊戲啊 政治歸政治啊 藝術歸藝術啊 電影歸電影啊 政治歸政治你知道嗎 這樣的一個 修辭法很常出現嘛 但是政治 如果你要廣義上面的去定義的話 它就是一種 有點像是你在煮一鍋湯 大家就是 裡面各種文化就是一鍋湯 然後你上面 湯那個熱氣上去的水蒸氣 所滴下來的這個水蒸呢 那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所以任何東西都有可能是 這個大熔爐的一個養分 跟一個成分 所以政治就是every everything 所以你不太可能撇除掉 我的意思是 我剛才前面講了一個很難懂的領域 討論制服 或者是我們要討論一些議題的時候 可以 不要把政治變成一個主要的 觀察的點 或者是主要的一個 出發點 因為太複雜 因為太不想要被 不想要挑起一些敏感的事情 等等的 所以你不能完全分開的情況之下 只能說我們 不要去以政治回出發點 我覺得是會比較好的 好了 然後再來是 Admiral Stubb先生 然後說這集的結論 我覺得Matt大大講得很好 不要不要講我是大大 我會不好意思 偏見跟仇恨不會那麼容易消失 對於過往的錯誤或傷可能 更應該被公眾認知 沒錯這是一段令人傷感的歷史 但如果不能 談論解惑 那又如何從中學得教訓 內部影片的結論 有點偏向在共識說 你什麼都禁 對不對 你禁了以後真的會比較好嗎 明明就還是會存在 如果他一樣要 假如說討厭猶太人 對不對 現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一個狀況 那巴勒斯坦人 他們或許 他們就不要把納稅的符號 再拿出來用 他們應該要有新的符號 如果聰明一點的話 因為他們不想要幹過 其他人幹過的事情 我不是在鼓勵仇恨嗎 好萊塢片場上面也是 大家都會開玩笑說 Kristoff Waltz 公司老闆也都會穿Boss的西裝 但我覺得還是需要西方人的身形 撐起來才好看 老講穿納稅軍服應該會很醜 順帶一提的家裡也是開幼稚園的 有一次外聖節老媽把我的 納稅筆長跟東德的軍服拿去搬大套槽 WTF 放在大門口然後被我及時發現 不然家的 我家幼稚園真的會沿上 我們這邊也有上一次去開拓動漫展 有觀眾給我的算是納粹當初的身份證 良民證的 很酷 他做了非常多的細節 所以我覺得 你看裡面都有印出來這些細節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然後這些人也明顯都是穿著納粹的軍服 然後他們也很喜歡這段歷史 這觀眾有說是西方人穿起來會比較好看 的確 你身高要夠高啊 然後你至少不能太走型啊 不能太胖 你穿起來才會是 有軍裝該有的這種 亞洲人的烈士 對我們這一集在講亞洲人 我們怎麼辦 好的最後呢感謝大家的支持 別忘記你可以按喜歡 訂閱這個頻道 開啟小鈴鐺之類的那些東西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來聽我們的Podcast 我跟曹曹白的Podcast 叫What a Max 在各大聲音平台裡面都會有 搜尋一下好不好 還有Patreon贊助平台 上面的話呢 是感謝大家 加近兩百多位觀眾的抖內 由於黃標的問題啊 就是完全是靠這些人來仰悟 別人欺埔 感謝他們的支持 那多少錢你穿他推軍服來我家都OK 你抖內三百萬的話 好啦聲音方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掰掰